扭動身子 看不出來他們都是七八十歲的阿公阿嬤了 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展現健康營造的成果 從局長手上獲得一百年度 社區健康營造極有獎盃 來自臺東陸業鄉的衛生所表示 臺東縣曾經被統計出來是全國最肥胖的城市 為了改善民眾的健康及身形 衛生所以減重為社區健康營造目標 每年我們都有做一個法規法醫的選拔 就是部落我們選出最健康的爺爺奶奶 然後我們是用體制能的方式去比賽 然後去檢測他們最健康的成績出來 那我們選拔出最優秀的法規法醫 他們作為我們部落的代言人 衛生所的人員都有動起來 就整個面向來看的話 我覺得陸業衛生所他們這塊是做得不錯 陸業衛生所今年度的減重目標數為兩百七十公斤 這次參加減重人數有三百一十六人 在十月底以前已經完成減重公斤數五百九十點二公斤 平均每人減重一點八六公斤 達成率為百分之兩百一十八點五 在整個規劃中不但以阿美族的阿公阿嬤為健康代言人 在部落推動健康生活以及設立提示能檢測服務站 還結合各家自製優惠店家小卡 鼓勵民眾購買健康飲食 也以傳統食材設計健康美食食譜 讓傳統美食更健康等活動 成效雖然良好 但衛生所表示飲酒問題是減重的阻礙 我覺得我們現在就是一直在推解酒這一塊 因為酒的熱量也很高嘛 那我們就希望說原住民就是 那個酒可以就是我們少喝 對然後用別的方式用茶什麼可以取代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原住民在酒的這個文化上面 還是需要一些就是調適 還要需要一些味覺這樣子 光單開有政府的力量事實上是不夠的 那我們就是在全省各地 我們都有我們的衛生所 他是我們的第一線的一個健康的 一個守門員這樣子 我們今天特別辦理這個活動 然後我們為了感謝在職場 在社區 在衛生所 為民眾的健康促進而打拼的夥伴們 國民健康局第五屆的金所獎頒獎典禮 鼓勵各地衛生所營造健康環境 記者 台北採訪報導